到底怎么了 这个地方既有巴厘岛的山谷鞦韆 又有纽西兰的绿油油草原 还有马尔代夫的群岛 这里真的是我所认识的那个沙巴雅比吗 你一定也听说过那个以山谷为背景的巴厘岛网红鞦韆吧 可是你知道吗 现在沙巴也有一个小巴厘岛了 就在距离雅比市区约半小时车程的可可山上 这座在海拔一千米山上的可可精灵乐园 无论是空中秋千 鸟槽 走道或者是阶梯都很好拍 如果敢在黄昏的时候抵达 还可以拍到超美的夕阳 要夺梦幻就有夺梦幻 不用特地再跑到巴厘岛去了啦 凉爽的气候 辽阔的草原 又在吃草的乳牛 这里真的不是纽西兰 而是沙巴昆达山上的小纽西兰德萨牧场 这个地方距离雅比市区有点远 需要开车两个小时才能够抵达 但是由于是风景实在是太美了 所以不少人都会特地来到这里拍拍照 然后品尝新鲜牛奶制成的雪糕和优格哦 除了山谷和草原 没想到沙巴的海岛 竟然有知名度假圣地马尔代夫的感觉呢 从雅比市区的折斯顿港码头乘船出海 到东顾阿杜拉曼国家海洋公园最受欢迎的三座小岛 沙比岛 马穆迪岛和马努干岛去跳岛游 感受美丽沙滩 清澈海水 以及海洋生态 就像玩成了一趟马尔代夫之旅哦 现在你不用再飞到每一个国家去了 一趟沙巴雅比的旅程 就像去了三个风格完全不一样的国家 感觉真的是很不错吗 西游记每个星期二和星期五 都会不定时地去介绍很多好玩又神奇的东南亚景点 想关注的话就记得关注西游记咯